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來看看這個學期都教了些什麼 那一般來說啊 你已經修過這麼多課了 應該已經養成了複習門課的好習慣 對吧 每當學期一結束的時候 你考完期末考 第一件事情不是把書丟掉 或者是開始休息 而是開始思考這個學期到底學到些什麼 對吧 你要是有這麼做的話還真的是一個蠻奇怪的人 不過呢到了某個階段你如果想要回憶到底 或是review到底教過什麼的話呢 最好的辦法就是把syllabus打開來看一看 看看裡面說的東西到底有沒有發生 或者是以什麼樣的形式發生 那學期一開始跟你說什麼咧 我們這個課是資訊經濟學 不是資訊經濟 雖然因為一些美麗的錯誤 這門課的課名被教資訊經濟了 但是我們實際上教你的是資訊經濟學 如果我們教的課是資訊經濟的話 那我們就會focus在IT 資訊系統 資訊商品等等 但是你也看到我們這整個學期下來 只有一篇paper算是講資訊商品 其他的都不是講系統本身 而是講資訊本身 對吧 我們講的是資訊 所以我們講的是跟資訊相關的經濟學 那包括什麼咧 比如說人們在有不同的資訊的時候 會做出什麼樣不同的行為 那資訊有什麼價值 資訊要哪一些資訊值得取得 那如果要取得的話要如何取得 以及他們對於資訊 對商業或者是經濟有什麼意涵 那你當初十七週十六週以前 看到這些字可能覺得蠻 怎麼講 你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但是你不知道他們要怎麼樣的被拿來討論 或者是研究 對 但是你現在心裡有一些比較具體的idea 對吧 人怎麼樣根據行為 人怎麼決定他的行為呢 照我們這個課的邏輯 人決定行為就是follow他的誘因 或是follow他的目標嘛 他有個目標要去做 所以他就做某件事情 對吧 你每一次決定廠商怎麼定價 或是人怎麼決定effort level 都是first order condition 因為他要最大化他的某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有沒有information 會有差 有information可以做得比較precise 沒有的話用期望的information 或者是開一些contract 想辦法screen或是signal value of information是什麼呢 比如說沒有information的時候 就有information asymmetry 你可能有second best 有了以後變成first best 那他對你的profit 或是對這個system有什麼影響 對吧 那我們想要取得撒一些資訊 如何取得 比如說我們有一篇paper跟你講 monitor market還是salesperson呢 你就是類似這個問題 你可以思考 誒是這個資訊比較critical 還是那個資訊比較critical 然後是不是總是 比較多資訊就比較好呢 也不一定 對吧 比如說你有時候想要跟笨蛋合作 而不是跟聰明的人合作 這樣子 然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screening signaling 什麼合約之類的可以用來 讓你取得information 最後就是他們有什麼意涵 意涵多者類就是到處都是 對吧 所以我們這門課的核心 就是講information asymmetry 就是講資訊不對稱 從某一個時間開始 我們就是一直跟你講 各式各樣的information asymmetry 沒錯吧 那為什麼我們要講information asymmetry呢 比如說 這世界上存在著很多壞人 對吧 壞人如果遇到你的話 他可能就會拿槍打你啊 拿刀子捅你啊 或者是擺綁架啊 什麼的 但是你不會 因為就很想要 怎麼講 學空手道 或者是學格鬥技 或者是學會開槍 來保護你 對吧 這件事情對你來說 priority是很低的 為什麼呢 因為某方面來講 壞人是可以避開的 你就是不要去很危險的地方 不要晚上三天半夜在街上逗留 或者是不要去戰火平人的地方 是你可以想辦法避開壞人對吧 那你就不一定要學習如何 deal with 壞人 但是呢 你沒有辦法避開資訊不對稱 只要你想做點什麼事情 它一定會發生 為什麼呢 因為 壹 這個世界是分散式的 照我的觀點來講 這個世界就是分散式的 特別是只要你看著一個系統 那個系統裡有多個決策者的話 他就是分散式的 就是小製一個家庭裡的幾個人 或者是一對情侶 大製國家社會公司等等 他們就是分散的嘛 那只要一個系統裡面有多個決策者 那他就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今天的任務如果是要去最佳化 或者至少你想要改進某一個分散的系統的話 你就知道分散的系統的意思就是每個人做自己的主人 做自己的決策 所以我們是沒有辦法控制每一個人的行為的 我們只能引導大家去做某一件事情 那我就是說我們只能設計遊戲規則 對吧 常見的例子 比如說 呃 今天這個 在UC Berkeley旁邊有一個座橋 就是從Berkeley那個地方通往這個903 那那個橋呢 他有一個收費的規定就是 每天週間的5點到10點 和下午的3點到7點 收費是6塊錢一次 然後差不多就是台幣200塊 那如果是離風時間的話是4塊 然後週末的話是5塊 那這個道理再明顯不過了嘛 他希望大家尖峰時間盡量不要過橋 對吧 那為什麼呢 因為橋很容易塞車 如果大家都塞在橋上的話 對這個社會福利的傷害非常的大 沒有任何的意義可言 那 所以 他希望大家不要上橋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就來指定 欸 晨安 早上3點起床 過橋 然後雅馨你睡比較晚 你4點起床 然後過橋 就如此類的 這樣就不會塞了嘛 但是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他不能指定每個人做什麼的話 只好用規則 就是比如說價格 對吧 或是比如說路上的紅綠燈 也是遊戲規則 什麼睡法啦 什麼垃圾帶要錢啦 之類的都是規則 所以像比如說我剛剛急急忙忙的趕到學校以後 就去全家買糖果 然後就塞車了嘛 因為 早上9點05分的時候就是最多人的時候 進去的時候只有兩個人在排隊 我還挺開心的 那我跳完糖果變成10個人 對啊 這很正常嘛 所以我要去全家呢 我就 早上9點到9點10分的時候 全部的東西漲價10% 沒有啦 我開玩笑的 他如果真的很重要 很需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那就是尖峰時間的東西要貴 或是離封時間便宜嘛 比如說8點30到8點50分 全部打八折 欸 相信剛剛的問題可能就不會發生 好吧 不過那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設計遊戲規則 來induce別人的behavior 那只要這個系統是decentralized的 你就有兩個issue 第一個就是incentive 你要induce別人做某件事情 就是要知道他care什麼 然後給他誘因 對吧 第二個就是information 因為你要知道別人care什麼 那個care什麼 很多時候你就是不知道 對吧 也就是說精確點講的話 經濟學家怎麼define一個 資訊不對稱的game呢 就是有一些人不知道別人的 utility function長什麼樣子 比如說我知道廠商的utility function 就是他收了錢 減掉他的生產成本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單位 生產成本是多少 那就白搭 對吧 或者是廠商也知道 消費者的utility function 就是williness to pay 減掉他的price 但是你不知道他的williness pay 是多少 你可能知道他care什麼 但你不知道那個量是多少 那其實就是一樣意思 對吧 所以你要設計誘因 或是你要提供遊戲規則的話 你就得要知道他care什麼 就是這麼簡單 事情的核心就是這樣子 就像我們上課很愛講的 世界上所有的行銷問題 都是來自於 廠商不知道消費者的怨婦價格是多少 他要是知道的話 就沒有那麼多奇怪的行銷手法了 所以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我們相信 或者說我相信 因為世界是decentralized的 所以你必不開information asymmetry 這個問題 所以只要你要做任何的經濟商管 人文社會相關的議題的話 就需要這個東西 太多啦 上課講過了 消費者不知道廠商的進貨價格 消費者不知道產品的quality 廠商不知道消費者的williness to pay 或者是老師不知道學生有多認真 這些東西呢就是所謂的information asymmetry 或者是比如說聖誕節要到了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男朋友或是女朋友 有多想要一個聖誕禮物 這個問題也是很困擾啊 你不知道到底是寫卡片好呢 還是買花好呢 還是買禮物好呢 還是大家就是悠閒地吃頓飯就好了 所以這就是information asymmetry 那我們都知道他 我們很常討論的一件事情是 這個inefficiency有多大 最終你現在想像我們上課做的事情 我們常討論first best跟second best的差 對吧 那他比較像是從一個high level的外人的角度來看這個game 雖然我們講說manufacturer開offer給retailer啦 或者是retailer開offer給consumer啦等等的 但是在我們試著maximize這個決策者的profit之前 我們是先考慮這個system的efficiency 有沒有被information asymmetry弄得比較差 是先從整體的角度來看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的機制可以讓這個system 整體來說變得比較好 那就有機會讓大家都開心 然後這個機制才會大家願意接受 你如果設計一個機制 比如說manufacturer現在看到這裡有一個retailer 然後怎樣這樣如果information asymmetry 他就design一個mechanism 就把對方榨乾 真的榨乾的話 這個事情就不會stable 因為對方會反對 但是如果他不是一贏一輸 他如果是某種形式的雙贏的話 這件事情就有可能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開始總是先討論efficiency 然後我們會試著討論它的impact 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們會試著量化它 然後我們呢試著討論information asymmetry是不是某一些現象的原因 對吧 以及我們試著討論如果解決消除不了information asymmetry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來解決它 比如說screening啊signaling啊之類的 我們這學期就是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東西有趣嘛 對 但是我們需要一些武器來探索這個世界 就像你小時候或者是現在 你如果玩打電動的話 你去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新手村啊 打打一些垃圾妖怪啊什麼的 當你要出去探索世界之前 你總是要買一些裝備 你現在做的事情就是在買裝備 而且還不用錢感覺不錯吧 欸你就買裝備 那買裝備之前呢 你要先有一些基本設施 比如說你要匯微積分 嘖的確是要 對吧 雖然硬是上了一個學期下來好像也不太需要 你只要匯微分就好了 對吧 過程中還用到什麼呢 比如說還用到什麼 萊布尼茲定理 對 不過反正如果不會就呼嚨一下也就過去了 還要匯integration by part 諸如此類的 對但是 還行 你大家都匯了 你要匯一點基本的最佳化概念 就是雖然一次微分就搞定 但是你還得要知道為什麼一次微分就搞定 因為有時候一次微分搞不定嘛 這樣子 然後呢你要匯一點 probability 匯一點 game theory 都匯了以後 你就從這門課上 得到了啥勒 基本上得到了一套研究方法 而且我們還在這裡強調這個是學術的研究方法 實際上這個字特地加上去是 在學期一開始的時候為了把大家嚇跑 所以才加上學術那兩個字 就像他顯著這門課很沒用的樣子 對啊我們這個社會 也不是社會 我們這個學校或是社會上 充滿著學一些東西想要很有用的人 那這樣也挺ok的 就是學以致用也不是什麼壞事 對啊 但是有一些東西不是那麼容易一開始就看得住它很有用 對 所以我們呢為了講好聽一點 把珍貴的教育資源留給少數有需要的人 就是在座的各位啦 對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把大家嚇跑了 所以呢我們就在這邊加上學術這個字 我們心裡是相信你在這個課上學到的東西 不是只有在學術上有用的 但是呢我們不反對 最有用的部分 直接有用的部分 就是當你要寫paper 當你要做這種研究的時候 這門課上教你的東西會很有用 這樣子 那寫paper某方面來講就是表示你要把一套論述 講出來說服別人的這個活動 可以理解吧 所以比如說講得過分一點 如果今天你跟你媽在爭論某一個這個 比如說大學生應不應該掌學費啊之類的 那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大家各講各的也談不上有什麼交集 這個時候呢如果你有一套研究方法 你可能可以論述的更精確 或者是解個model給他看 這可能沒什麼幫助 對 不過呢 它讓你把事情想得更深入 那某方面來講對你寫論文可能就會有幫助 或是更直接一點 本來解不出來的model現在解得出來了 可能就可以畢業啦 所以這東西是很重要的 它也可以在某一天潛移默化底 讓你分析這個世界的方式變得不太一樣 不過呢我們並不會特別的強迫你 在這門課裡練習做這種事情 老實說這種事情是需要訓練的嘛 你如果學了一套研究方法就要試著用用看 要嘛就是寫一篇要算數學做推導的paper 要嘛就是你以後看到事情的時候就會從別的角度去想 試著想得深入一點 如果老實練習這樣想的話 有一天慢慢的你想事情的方法還真的就是會變得不太一樣 好 所以這門課具體你到底教了些啥咧 我們教了算是四件事吧 應該說我們的課可以分為四個部分 一開始先講基本的game theory 也就是那個時候還沒有information的symmetry 我們就是直接講如果人們各自決策的話 我們怎麼model這件事情 並且討論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基本的equilibrium的概念 然後講了兩種adverse selection 就是screening跟signaling screening是agent有private information 所以principle設計合約想要induce那個information 或是想要review那個information 那signaling的話呢是principle有private information 所以他想要做點事情來傳遞訊號說 欸欸欸欸我真的是這樣子相信我吧 這樣 那moral hazard是hidden action 對吧hidden action 跟前面的hidden information不盡相同 因為hidden action是那個人 那個agent他自己決定的 所以也是agent的private information 就講這些東西 那麼呢 所以回憶一下 學習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禮拜在這裡 先複習了一下optimization 然後把班上的人數從50個人變成25個人 然後接下來複習game theory嘛 然後呢講了兩篇paper 整體來說呢這兩篇paper 是從兩個角度來跟你講這個 decentralized decision making 可能會帶來的什麼現象 第一篇paper 這個mcguire的styling 他出現在這個地方非常適合 因為我們在game theory這個section的時候跟你說 欸如果你今天有一條 這個supply chain 大家各自定價會怎麼樣 就自己上一下 也跟你講如果兩個人做bird chain competition 就是兩個人retail各自surprise會怎麼樣 然後呢mcguire的styling exactly就是把兩個東西兜在一起 對吧 然後呢他告訴你我們這類型的研究是在做什麼 試著幫某一個現象提出某一個原因 喔這世界上會有製造商想要delegate給零售商 是因為競爭很激烈之類的 他想要做這種事情 然後告訴你這研究是在幹啥 那pasternak這篇呢稍微的比較不一樣 他是在講我今天如果有一個decentralized system 有沒有辦法可以coordinate它 我要嘛就是integrate就是強迫大家合作 如果這件事情做不到 那我試試看能不能coordinate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能不能設計一個合約或者是機制 大家各自運作但是最後運作良好 可以的話就叫做可以coordinate嘛 所以他的例子是return contract on supply chain 這件事情有用 因為他可以risk sharing啊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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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講這個東西 然後呢有了這些基礎了以後呢 我們開始去討論information and symmetry 那所以我們先講完了game theory 或是decentralization那一塊了以後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講information and symmetry的東西了嘛 那我們實際上雖然說我們講了screening signaling跟moral hazard 但是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在講screening 這個理由也很簡單 為什麼我們比較多講screening呢 因為screening的理論發展的比較完整 所以就講的比較多 那就結果來說signaling它很常發生的現象就是 它解出來的equilibrium會有很多個 那你的預測就比較不精確 你沒辦法多做些什麼事情 screening的話通常只有一個 那你能做的解釋就很多 然後moral hazard的話是in general它是解不出來的 所以那這樣子就沒搞頭嘛 對就沒搞頭 所以講screening講的比較多 那一開始先講了two type的screening嘛 就是最最最基本的就是你賣東西給它 它有兩個type high type low type 於是你最後就發生什麼呢 就發生downward distortion no rank at button efficiency at top之類的 對吧 然後後來我們就講了兩篇paper 分別討論了什麼 indogenous adverse selection 影響吧 如果它有預測才有information asymmetry 所以你的問題是你要不要induce它預測之類的 如果你induce了 那channel的efficiency可能會變高 因為大家比較準 但是就會有information asymmetry 反之如果你不induce的話就沒事 但有時候你可能是要避免它forecast之類之類的 所以你的合約會有一些這樣的問題 那另外一篇的話呢 是討論cascade adverse selection嘛 就是三層的架構 manufacturer先offer給retailer retailer一開始是選合約的人 是個agent 後來搖身一遍變成principle 再往下傳遞那個合約 所以上層影響下層 下層影響上層這樣子 然後你會發現 中間這個人的information accuracy 就是預測能力 會對這個manufacturer的profit 帶來先下後上的影響 就是一個微笑曲線 然後我們的年代大家最愛講微笑曲線 對 就是為什麼呢 三層嘛 中間那個人 如果很不準 就跟上面的人一樣 那就是只有下層 有information asymmetry 但是反過來它如果慢慢變準的話 那雖然下層的information asymmetry會消掉 但是上層的會變嚴重 所以會帶來兩個不同的影響 所以三層的模型可能可以看到兩層看不到的東西 這樣子 所以加起來就是一個關於screening的討論 然後呢就期中考 接下來後半學期呢 就那個難度繼續往上提升 所以一開始先講continuous type screening 它本質上要傳遞的訊息就是 2 type是一個in some sense special case continuous type算是一種generalization 但是你看到的insight大體上沒有太大的差別 好 然後呢花了兩個禮拜跟大家講 signaling跟moral hazard的基本的這個理論 和模型的設定和推導 signaling因為臨時插進來的 所以後來沒有paper討論signaling 但是有點可惜 明年的話呢再把這個東西看怎麼辦 把它加進去 signaling主要就是我 比如說我們的例子是製造商 賣東西 quality是hidden的 所以我提供warranty 來讓消費者相信我的東西是好的 因為我的東西如果很爛 一直都需要修 那我提供warranty的話我就會虧 大概是這個邏輯 所以這件事情不能保證 一定會是equilibrium 如果high type跟low type差不多 那low type就覺得 假裝成high type也很ok 但是反之就不行 所以有一些外在因素會影響 signaling會不會work 這樣子 所以就是signaling 那moral hazard的話呢 就是主要是討論agent的 effort的decision 對吧 我們解了一些 KKT condition啊 什麼東西的 然後最後有一個LEN model 跟你說 agent這個 的這個effort 它如果要出問題的話 需要三個條件 哪三個呢 不是 agent的這個decentralized effort的exertion 要造成inefficiency需要三個條件 首先那個effort要看不到 就叫unobservable 接著 agent要risk averse 最後 這個市場要有randomness 這樣子 三者缺一不可 有興趣可以回去複習一下 或是你有印象的話 LEN model最後解出來的那個effort level 是1加rho sigma平方分之1 如果rho是0 表示 agent risk neutral 如果sigma是0 表示市場沒有randomness 在這兩種情況下 都不會有moral hazard problem 那如果effort看不到 那就更不用講了嘛 就是廠商可以直接指定 所以你印象中 這裡有一篇paper跟你說 你只要能消滅moral hazard problem 就天下太平 這樣子 好然後後來呢 就給大家報了六篇paper 這個是本學期的新措施 個人覺得好像還不錯 因為大家報的挺好的 所以 然後那個心得寫的也挺好的 所以 感覺大家看的還蠻認真的啊 那理論上一個人在這三個禮拜裡 至少看了兩篇paper 對吧 還是至多看了兩篇paper 就差不多看了兩篇paper 如果這樣的話也挺好的 對啊 你這個學期就是可能認真看了兩三篇 然後大概看了四五篇的話 應該也算是你人生中修過 看最多paper的課了吧 有什麼課看很多paper的嗎 有什麼課理論上應該要看很多paper的嗎 那也挺好的 對 反正我記得我 我第一次修到要念paper的課是 縮一上修 DIS DIS就是分散式資訊系統 後來就不開了 對 因為再也沒有人要修了 然後 那個課列出來的要看的paper 就是老師也蠻貼心的 一開始就把它全放在FTP上 大概有五十篇左右吧 對啊 然後就一個禮拜五篇八篇 八篇五篇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直變大 加起來最後大概只看了三篇還是兩篇之類的 對 因為我是一個不受教的學生 對 沒有錯 但總之 你現在已經是個研究生了 應該知道 這世界上的知識是很廣泛的 我們只教了一點點而已啊 好吧 一開始的 第13週的這個是跟你講什麼 cannibalization 然後它帶來的影響是 比較低品質的會 downward distortion 比較低品質的會 downward distortion 對就是 在低品質的segment那邊 他們會拿不到他們最適合品質 對 因為要讓高品質的人 不要來 去買低品質的品質 錯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一篇paper是一樣 two type screening的延伸 就是 在一個 in some sense 是水平的 product line design的問題上面 這樣子 那Vidas Boas講什麼呢 講什麼呢 欸 講得非常好 講的是product line design 本來嘛 消費者如果兩個type 你可能會想要生產兩個 virgin的產品 一個high quality 一個low quality 然後賣給不同的人 做price discrimination 但你今天中間如果有一個retailer的話 他在那邊搗亂 你生產兩個product 他不一定兩種都進貨 這樣就沒有辦法 那paper的研究 最後的結論就是 所以這種情況下 quality的difference會變大 quality difference會變大 來讓這個retailer會願意carry那些產品 那接下來兩篇sandarara講 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 review的非常好啊 對可以說是把所有該講到的重點都講到了 資訊商品的定價 首先會有usage based的一條線 然後你要optimize這條線的話呢 最上面的地方要把它砍掉 變成這個subscription based的 然後最下面要有一個minimum fee 就把low type的人 最low type的人刪掉 optimal的定價策略 那Header and Xiao講什麼勒 講什麼勒 他應該是講那個製造商選擇 跟一個預測能力如何的retailer合作 那就是 嗯 預測能力越好的話可能就 可能mismation的成本會比較少 可是也可能會有involent 那結論好像就是說就是 可能要找最好要不然就找最爛的 嗯 沒有錯 要不然就找最好要不然就找最爛的 因為 理由的話 算是exactly就是剛剛講的 你找一個好的那就是比較準 找一個爛的那就是資訊系統 對 資訊的不對稱程度就比較低 這樣挺ok的 來 這個 呃 呃 乘2005講什麼 就是有出菜的salesperson 然後那些paper是比較 要offer manual contract 還是以gonic的方法給salesperson 才會從salesperson 才會induce他們去做最準確的預承 然後讓manufacturer自己可以知道市場的情侶 嗯 沒有錯 manufacturer有一個這個inventory planning的問題 所以他先訂好他的inventory或是capacity 這件事情需要一個準的預測來協助他 但是salesperson可能不想要突出準的預測 所以他provide兩種可能的做法 應該說分析兩種可能的做法 一個是一條nonlinear的contract 或者是兩條linear的contract 這樣子 然後來看一看哪個比較好 最後這一篇講啥 就是在講說就是 就是manufacturer中間 因為會有reseller 然後再會有agent salesperson 然後就是他要找reseller的時候 要找兩種可以選 基本就是knowledgeable 就是他可以知道市場的資訊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是delligent 然後他會知道就是 這些消售員到底就不認真 然後就會看少兩種的話 就是各會消除一種information and symmetry 一種就是那個advert selection 他另外一個會消除moral hazard 然後就會去看說哪一個比較好的比較不好 然後最後總結就是delligent 就是永遠都是最好的 因為你把moral hazard消除的話 也不會有advert selection 我在一條supply chain上 我要挑一個reseller 那挑他的目的是 要嘛幫我消除下游的moral hazard problem 要嘛是消除下游的advert selection problem 然後在種種各式各樣的環境下 討論哪一種人對你比較有利 然後答案基本上都是delligent resetter 除非我們把情況調到一些很weird的狀態 這樣子 好吧跟大家講講 我們這學期沒講 但是很值得講的東西 那其實有很多 這個可能因為投影片版面不夠 所以我們就沒有把它全列上來 首先呢當然 Screening Signaling 或是moral hazard的基本的東西裡面 就有很多我們都已經跳掉了 什麼理論的推導啦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狀況啦 或者是一些這個解不出來的case 等等的討論 那些就先忘了他吧 我們現在講講beyond 我們的這個交了過的東西 還有很多 還有一些 我們一個一個來討論 第一個沒講 但是如果要在明年 挑一個東西來加進去的話 那就是auction auction就是拍賣 大家應該知道拍賣是怎麼一回事嗎 因為電視上都看過 對吧 拍賣呢基本上最基本的setting 就是有一個setter他要賣一單位的東西 給一群消費者 那一樣消費者的valuation 你還是不知道的 那比如說我們來假設 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孕婦價格 然後是IID的 IID就是每個人的互相獨立 你喜歡什麼跟我不相干 然後呢大家是random出來的 不是follow某一個formula 好所以個人有個人的valuation 但是setter都不知道 所以怎麼樣能夠reveal他們的valuation呢 基本上最理想的狀態就是 叫大家自己說說 自己願意出多少錢 對吧 但是要放在某一種競爭平台上 這些才會有效 所以就是auction 就是拍賣 比如說價高者得 這樣的話你就不好意思喊太低價 因為可能會得不到 挺合理的 那如果講到auction的話 研究做什麼 研究怎樣的auction的format 可以讓seller的expected revenue最大 也就是可以把商品allocate 給最想要的那個人 而且讓他出最多錢 好 比如說有兩種 假設今天呢 我們先討論 所謂的seal bid auction 就是大家把一個bid 放進信封 封起來 交上來 你在紙上寫你願意出多少錢 然後出最高價的人 就得到那個商品 這應該沒問題吧 但是我們有first price跟second price 兩種的差別 什麼意思呢 這個bi就是每一個人寫下的那個價錢 就是他的bid 所以p是你要付的錢 first price就是最高價的人得標 然後他要付出他寫下的那個錢 沒什麼問題 second price的話呢 就是他要付出的是 所有沒有贏的bid之中最大的那一個 也就是他要付第二高價的人的bid 那如果你從來沒有學過這東西的話 一開始可能會有點好奇 為什麼要second price auction 為什麼廠商要自己把能收到的錢變成第二高價呢 為什麼 大家都會講真話 大家都會講真話 為什麼 不要告訴我 講起來有點太麻煩 你可能不知道大家都會講真話 但是大家都會出的稍微高價一點 對吧 跟first price相比 或是反過來講 如果你今天是first price auction的話 那你心裡覺得這東西值50塊 你會寫50上去嗎 可能不會 畢竟這樣有買到跟沒買到一樣嘛 那幹嘛 就不要來就好了 你可能就要寫個45啊48啊之類的 那如果是second price的話 說不定你就會願意寫50 畢竟你要是贏了 你只是付比你低的某一個價錢 聽起來okok的 那我們的確可以證明 如果今天是second price auction的話 那就有一個equilibrium 就是你心裡覺得他值多少錢 你就寫下多少錢 大家有興趣回去證明一下 以你們現在的功利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不過總之 有兩個這個format 那或者是說 或是有另外兩種 就是English跟Dutch auction English就是大家電視上常看到的 那一開始就說欸 這裡有一罐果汁 而且是我喝過的 我一元起標 然後呢大家就開始說欸 10元 100元 500元 這樣子 直到沒有人舉手為止 那這樣就得標 或者是反過來 欸這裡一罐我喝過的果汁 價值連成 從1億元起標 然後就 呃 9千萬 8千萬 7千萬 6千萬 5千萬 直到有一個人舉手為止他就得標 然後就付出那個瞬間的價格 這樣可以理解吧 這樣可以理解吧 聽起來都合情合理 那到底是哪一個 可以賺最多錢呢 答案就是都一樣 那這個所謂的都一樣 當然是under某一些condition 但是在一些很正常的情況下 大家是都一樣的 比如說這個IID這件事情啊 然後大家都是這個Risk Neutral啊 之類的 你就會發現 所以這些auction的format 給廠商帶來的利潤是都一樣的 然後經過簡單精妙的證明 就可以證出這件事情來 欸當然不一定都是這樣子 比如說消費者們可能是Risk Averse Valuation可能Correlated Correlated的意思就是比如說 你喜歡多少錢和我喜歡多少錢 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所以比如說這裡有一百個人 我可以先私底下找兩個關係好的人 欸你們覺得你願意出多少錢 然後來猜猜看其他人願意出多少錢 這種事情是可以做的 或者是最後就是 如果你有多個商品要賣 那那個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那這個就是auction auction呢它是一個非常典型的mechanism design 對吧 它design某個rule 然後大家去玩一個game 然後希望最終的利益 對某些人好或者是對大家好 那這個東西是 就是資訊經濟學這整套理論之中 應用的影響最大的地方 包括像是常見的什麼3G 4G的那個 無線電的頻譜拍賣啊 就是經濟學家會去設計這個拍賣機制 或者是這個Google Yahoo他們的右手邊 正上方的那些關鍵字廣告 就是用這些東西做的 有這些東西他們才賺到那麼多錢 大家才有免費的Google search可以用 對吧 好 這個是auction 再來 我們呢都是討論某一邊有資訊 有private information 但有時候是兩邊都有 對吧 比如說我今天seller賣東西給consumer 那我們之前是假設要嘛consumer有private的valuation 要嘛就是seller有private的production cost 但是實際上有可能兩個 同時發生 對吧 我 不想告訴你我願意出多少錢 你不想告訴我這東西成本是多少 那這種 bilateral的information asymmetry 要怎麼辦呢 欸不知道 沒有教 或者是另一個例子 這個有時候想到這個warranty啊 warranty可以有兩種功用 因為每一個消費者的risk aversion是不一樣的 我可能很擔心我的電腦壞掉 但你可能沒那麼擔心 那如果這樣的話 warranty的效果對我們兩個來說就不一樣 所以 沒有warranty的產品 或者是有warranty的產品 就可以出不同的價格 那就可以做price discrimination 所以warranty可以做screening 如果risk aversion的程度不一樣的話 那warranty當然也可以做signaling嘛 因為我可以用來保證我的這個 Quality 所以 到底warranty是做screening的還是做signaling的呢 還是如果這兩件事情同時發生 它能不能同時做 還是它只能做到其中一個 對吧 欸不知道 好再來 multidimensional screening 這個上禮拜好像有稍微講到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比如說啊 我們這個基本上是講說有一個agent 他有很多個不同的pivote information eh hidden information 不好意思 比如說 我今天啊 可能走進一家店裡 看到兩個商品 我就有兩個 這個hidden的valuation 叫做SEA1跟SEA2 然後呢 Quality是Q1Q2 所以我的utility就是 SEA1Q1-P1 或SEAQ2-P2 當然前提是它是正的我才會買 不然的話我就買其中一個 或者是我都不要買 就好了 這個Q就是maximum 他或是zero 這應該OK吧 所以今天一個消費者進來你的店 這就是multidimensional hidden information 因為他身上有兩個你不知道的東西 那這個problem呢可能就是 欸我身為一個seller 我要不要bundle我的產品呢 bundle的話就是兩個盒在一起賣 然後有一個bundle的price 對吧 常見的例子 比如說牙膏跟牙刷 或者是 呃 林鳳銀和 iphone沒有啦 林鳳銀和林鳳銀 等等 對 就是bundle 那我們講bundle當然是不同的product 不然的話就是quantity discount 那所以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consumer有T&T會變成這個樣子 OK 那這樣子的話哪個strategy是optimal的呢 比如說 嗯 不要bundle 或是只有bundle 或者是有 獨立賣也有bundle 或者是其中一個獨立賣 然後或是bundle 對吧 有好多不同的組合 那 他 怎麼樣決定誰比較好 取決於比如說 CR1跟CR2差多元 或者是有沒有correlation correlation是正的還是負的 依此類推 但是總之你在做的事情也是一樣 試著做discrimination跟screening 那如果你有超過兩個product的話 問題就變得更複雜 你這裡有10個product 你可以挑其中8個變成bundle 或怎麼樣的 你怎麼決定挑哪一些人變成bundle 對吧 或者是如果這個valuation 他們是correlated的或者是沒有 有沒有什麼影響差別 這樣子 對吧 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然後呢就是multidimensional的screening 我記得我剛到Berkeley的時候 大概只過了一個多月吧 老師就說 欸令潔啊 這裡有一個multidimensional screening的problem 拿去做一下吧 完全做不出來 後來就放棄了 但是他當年給我的手稿 那個資料夾現在還放在辦公室 所以哪一個學人有興趣的話 我們之後來研究一下 好 再來 common agency 這個什麼意思呢 他這個是說 如果我有 先回憶一下我們原本做的事情 我有一個company 想hire一個salesperson的話 會有一條IR constraint 這個alpha beta 是他offer的contract 對吧 alpha是固定費用 然後beta是commission rate 那有個set 表示說你的type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就可以任選啊 巴拉巴拉之類的 那這個東西當然就是cost 他的expected profit 我們假設他是risk neutral的話 他的expected profit 要大於等於他的所謂的outside option 就是他如果不來你公司上班 他可以賺多少錢 你要讓那個東西比他高 他才會願意來 對吧 比如說他假設不來上課 不來當salesperson 如果他可以當個大學教授的話 他的outside option 可能就是7萬個月啊 諸如此類的 好 那如果今天有兩個公司 同時在競爭要pink這個銷售員 可能是太熱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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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王牌 那這個時候呢就會 兩家公司各開一組合約 給他選 對吧 所以就變成對companyone來說 這個outside option 變成是不知道是多少 是變動的 取決於對方開什麼樣的合約 對不對 那對對方來說一樣 所以就變成競爭關係了嘛 你以前的screening theory 就不能用了 因為你不知道對方會怎麼樣 respond to你的contract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叫他common agency 就是有多個principle和一個agent 的時候 然後agent有hidden information hidden action等等等等等等 這樣子 那還有一些什麼例子呢 比如說 只要有兩家公司 他們一起開任何一種形式的price discrimination 就算了嘛 消費者的valuation是hidden的 所以我想要做common discount 那如果對方也想要做common discount 就是common agency 或是兩家公司 他們在做warranty的競爭 那也是common agency 一樣意思 ok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非常困難的問題 那 嗯 嗯 我在berkeley的時候上過一本課 叫做什麼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economics 就是翻成中文就是高等資訊經濟 這樣子 裡面就是講這個東西 簡直就是從頭到尾都完全聽不懂 對 好再來 然後呢還有這個dynamic mechanism design 這個也是上禮拜稍微講過一點 基本上就是一樣 這個agent身上有兩個information 你看不到 兩個或是數個啦 所以你分階段screen它 那跟前面那個有什麼不同呢 前面那個是在某一個時間點 它身上已經有兩個hidden information都存在了 這個的話是一些以後的嘛 比如說這個例子就是 我不知道你的accuracy 那如果我知道你的accuracy的話 我就去screen你的private的demand signal 那就是正常的screening 那如果我也不知道你的accuracy的話 就會變成2 stage 今天你forecast之前 我要來screen你的accuracy screen完了以後等你預測了 我要再screen你的這個signal 所以到stage2的時候 就是offer一個menu of contract 因為那個時候我suppose已經知道你的accuracy了 那我在stage1的時候 就是要offer menu of menu 就是你打開一個菜單 就發現裡面有一堆菜單 你還要再挑一個菜單 然後那之後再決定你要吃什麼 這樣懂得意思吧 OK 那就是again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因為你在stage1的時候 那個問題簡直是挺複雜的嘛 或是另外一種例子 這兩個例子不太一樣 但是他們都可以說是dynamic mechanism design 就是我今天可能principal跟agent 他們要反覆地簽合約 比如說我跟一個銷售員 這個月簽完還要簽下個月 下個月簽完還要再簽下下個月 每個月可能都會有不同的業績目標等等 那在每一個period呢 我都可以重新開合約 對吧 但是這個時候如果大家都意識到 這個合約會一直往下跑的話 Static的IC constraint就不夠了 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要screen你的type 然後我這個月開一個合約給你 你就傻傻的選了一個你該選的合約的話 那你的type不就被我知道了嗎 在下一個月開始我就可以把你榨乾了 這樣子 那你意識到這件事情你就不會這麼做 所以你也可以說那revelation principle就會fail了 你照著那個來開合約的話 並不會達到這個最大化Efficiency 或是最大化Profit的效果 對吧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就得要想辦法來讓我第一期的合約 要能夠cover到之後消費者的相關的Profit才行 你如果問我怎麼做的話 我是一點概念都沒有 因為我在Burkery的時候上過一本課 叫做Advances in Information Economics 對他 前半教Common Agency 後半教Dynamic Mechanism Design 然後那個時候是一個客座教授來教的啊 然後好像是Northwestern來的吧 然後呢我的老師就跟我說 欸林杰啊這課不錯 來我們兩個一起去上 然後什麼 對於是我就跟我的老師一起去上 然後每堂課上的津津有味的 然後呢我實在是聽不懂 我真的很常睡著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坐在他旁邊睡著 非常的抱歉 對趁著這個公開播送的機會 跟我老師說聲對不起 所以大家有機會學習的時候要好好學啊 不然像現在我什麼都不會 也是很困擾的 好 再來 前面兩個東西不知道就算了 這個東西倒是挺重要的 這東西叫做Bounded Rationality 就是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 在我們剛剛講的所有的東西之中 這個In some sense 可能是最重要的 就是呢 你跟路上一個從來沒學過經濟學的人 問他什麼是經濟學 他講不出來嘛 那剛學的人 他就會跟你說 經濟學家假設大家都是理性的 然後呢 再學一點點的人 就會開始跟你批評經濟學 就是說經濟學很愚蠢 因為他假設人都是完全理性的 巴拉巴拉巴拉之類的 這種人你也不要跟他計較 因為他如果再多學點 他就會知道很多經濟學家 假設人不是完全理性的 就像這裡的人 那理論一開始 理論都是慢慢發展的嘛 一開始的確我們先假設大家是理性的 或是大部分人是理性的 那接下來 好 那如果人會不理性 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討論有限理性 誰會有限理性呢 通常就是一些個體戶 最容易有限理性 比如說消費者 消費者很喜歡衝動購物 或者是他心情一好爽買什麼就買什麼 對 管理三七二十一 或者是你想像你今天走進店裡 要買早餐 有不同品牌的牛奶 或是麵包 那你看某一個有貼體最大 你難道會每天吃嗎 也不會嗎 你就是會有點randomness 再來 salesperson一樣 他是個體戶 所以他每天做的事情 可能不是那麼理性 Beader或者是investor都一樣 所以我們researcher 不是我們 對不起他們 他們researcher 當然會意識到這件事情 他們會開始在model裡面加入bonded的rationality 試著去model說如果消費者或者是agent 或者是任何的player 他不是那麼理性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比如說這個 像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人在買東西的時候 不一定always都買utility最大的product 以前的話我們會說如果有一個人 他看到兩個商品 然後utility分別是u1跟u2的話 要是u1比u2大 他就會選product1 我們這學期討論的model 基本上都是長這樣子 但是就像剛剛說的 你不會每天都吃同一排的麵包 所以有一種 這個choice的model是說 如果一個bondedically rational的buyer 他只會買product1 with probability這樣 這是什麼呢 首先u1u2是正的 所以大家都是正的 沒什麼問題 這個機率落在0到1之間 也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如果你的r r是degree of originality 如果r是0 會怎麼樣 就有2分之1 對吧 表示你也不care什麼utility 你進去就是亂摸的 就是完全的不理性 就是你進去就是隨便買 那r如果慢慢變大的話 你可以證明 基本上這個probability 就會變得越來越大 也就是說 你會有越來越高的機率 去選擇 對你來說utility比較大的 那個商品 所以這個model呢 就是在講說 我雖然知道他的utility比較大 但是我也不是一定會選他 我只是選他的機率比較大 我還是有可能手抖不小心 選到另外一個 之類的 然後呢消費者們可能會 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今天要訂一個 screening contract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要price discrimination 而你想像消費者 是這樣的不理性的話 那你有沒有什麼事情要做 對吧 很多其他的 或是比如說很多消費者都會說 他今天在一個東西旁邊 放上另外一個很貴的 比較好一點的東西 他就會買這個 之類的 如果消費者會有這種 比較的心理的話 你怎麼model他 然後去把他討論出來 多的是人在做這種事情 然後或是另外一個example 跟我們剛剛說的很像 就是 人說的anchoring effect 或是reference price 就是我今天考慮一個東西的 怨婦價格取決於他跟之前的價格 有沒有什麼落差 那那個model大概像是 前一期的willigness to pay 再加上某個constant乘上 價格的變化 會變成我新的willigness to pay 比如說如果今天的價格 今天的價格比昨天來的低 那我就覺得 欸這東西是不是有點問題 於是我的怨婦價格就打折扣了 或是反過來 如果他比較高 我就變得比較怨婦 因為好像很fashion 這樣子 然後你也可以討論就是 這個東西可以是很複雜的形態 比如說只有他是正的的時候 才有efy 負的話就沒有諸如此類的 那如果消費者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的pricing strategy 可能就會有所改變 等等 所以各式各樣的東西都可以加進來討論 這個 能做的事情變得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可以想像要做這些事情 大家就會去看一些心理學的書 社會學的書 或是什麼之類的 想當年我到Berkeley的時候 也是這樣就是一年級的時候 有一天 我老師就問我說 欸林姐啊 對心理學有興趣嗎 我就說蛤 他就沒興趣是吧 好吧那就算了 後來他就自顧自的做了幾十篇 這種類型的paper 但是我就什麼都不會 唉 各位當研究生的時候 要認真一點才行啊 好吧 所以呢 這已經不能稱為 Emerging Fields了 因為大概已經有五年 十年 十五年 已經有人在做這些了 我們把它稱作這個 行為經濟學啦 行為財務 行為行銷 行為OM 行為資管 之類的 反正什麼東西前面 基本上 都有人在討論行為 只要他跟商管社科有關的話 對吧 你也可以假設 Retailer 不夠理性啊 你也可以假設 Manufacturer 不夠理性啊 你也可以假設 反正任何人都有可能會 In some sense 不夠理性 你可以試著 Model 那些東西 欸 不過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是要稍微冷靜 就是就像你不會假設 大廠商比小個體 更 Risk Averse 一樣 如果是夠大的公司 你假設他理性就比較OK 對吧 所以 欸 應用的場域 還是要考慮的 所以 Behavioral Marketing 好像是 Behavioral OM 稍微抵合理一點 當然都有很多人做啦 然後大家看這個投影片的時候要注意觀察 我們投影片上的每一個字句和標點符號 都是很有意涵的 像這裡啊 這個排列呢 就是反映出一般人 我們這個領域裡的人 心中對這些領域的這個 價值觀的排行 就是經濟學家瞧不起做財物的 財物的人做不起行銷的 行銷的人看不起做OM的 OM的人看不起做資管的 這個就是食物鏈啦 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念的是IE嘛 所以是把IS換成IE 對 反正就是OM的人瞧不起IE的啦 行銷的人瞧不起OM的啦 經濟學家瞧不起Marketing的啦 我這是開玩笑的啦 開玩笑的 絕對不是真的 好的 所以 像小弟我的專長就落在這個地方 可以說是相當的不受重視啦 好啦 開玩笑 好 繼續 所以呢 剛剛講的那一些就是 假設 你要在這個領域繼續發展的話 那他有很多更深入的東西可以做 不過呢 某方面來講 那些東西都是理論 你也可以不要走這種方向 你可以走應用理論 應用理論的意思就是 你把你已經會的這一些 基本的這門課上講到的東西 拿來討論一些新的議題 比如說 當你看到一個新的business model的時候 就有新的東西可以討論 現在這個年代 你還去討論 supply chain上 return contract什麼的的話 就太舊了 因為討論過的人實在太多 但你如果討論一些 30年前不存在的model的話 就至少30年前沒有人跟你競爭 這樣子 那新的business model呢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新的technology而來的 舉個例子 比如說30年前 15年前或是20年前 非常多的研究都討論 physical channel跟online channel之間的互相影響 對吧 因為那時候網路剛出來 電子商務正熱門 ok 好 那後來大家討論些什麼呢 比如說這個 online display advertisement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google跟yahoo上面的廣告 要怎麼定價 顯然是當這件事情有發生了以後 才會被拿出來討論 對吧 所以它當然是新東西 再來 這個information goods data plan cloud service 一樣意思 新東西出來才有得討論 這個叫做probabilistic goods 或是opeak channel 這個不知道大家在台灣有沒有體驗過 你去一個地方 比如說舊金山旅遊 然後你就說我要來訂旅館 你就搜尋網站 列出一大堆旅館 的時候上面有一個選項是 要不要來試試看你的手氣 你可以用比如說60塊美金的價格 訂到一間三星級的旅館 大概是在這個range 但你不知道是哪一家 可能是下列這些的其中一家 然後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就刷卡 刷了以後就結帳 結帳以後就付清 付清了以後 他就跟你講是哪一家 這樣子的意思 然後也有可能是租車 你不知道你租到的是哪一排的車 但是他跟你說是若干大小 若干型號 然後可以做多少人 這個價錢 等你租下去你才知道 哦原來是Toyota啊這樣子 這樣子 這種東西叫做opeak channel 那很顯然地 所以沒有電子商務 沒有網站 這種東西出不來 對吧 那 嗯 驚喜包 欸對對對 沒有錯 也是可以這樣講 但是 微微地有一點不同的話呢 是 嗯 怎麼講 說是scale不一樣嗎 或者說是裡面的東西不一樣吧 你開服袋的話 欸 好啊 對不起沒事 開服袋也有很多種 也是有可能會做到一模一樣的效果 好 那撇開這個不談 這種東西就是 新的business model對吧 所以呢 差不多15年前也蠻多人討論這個東西的 那再來 group buying 就是團購 大概10年前 團購正夯的時候 可能5年前啦 很多研究討論 欸 團購的機制要怎麼樣設計 才會有效 最後就是大家論文討論 in-store referrals 這些都是 欸 已經不夠新的東西了 那再來要新的話要是什麼呢 比如說現在大家正夯了就是 比如說sharing economy 就是怎麼樣的平台 可以讓 共享經濟 Uber Airbnb 那一類的東西 可以排除掉 壞的供應商啦 可以消除information 的symmetry 怎麼樣收費讓平台可以收最多錢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目標 這樣子 那相對應底 比如說很old fashion的可能是P2P fire sharing 但是比較高檔一點的可能是P2P information sharing 或者是P2P landing 這樣子 都是一些非常熱門的話題 那再來 比如說 欸 這年頭有群眾募資 也有群眾外包 那顯然也是某一種形式的機制設計 對吧 顯然你的募資的對象或者是外包的對象 他們有一些uncertainty heterogeneity 或是hidden information 或是hidden action microfinancing 就是 在相對落後的地方 我們有很多小的農夫 他們沒有錢 他們需要一點基本的資本 但是他沒有東西 沒有信用 就無法貸款 於是也有新的議題跑出來 如何貸款給那一些人 一樣機制設計嘛 最後 這年頭最夯的就是data economy 如果說有一些公司 他們靠網路上或是平台上 收集到的 使用行為的資料來賣錢的話 那那些資料要怎麼賣錢 怎麼定價 之類的 所以 這個太多東西可以做了嘛 只要你有一把劍 你就可以出去一直殺怪物 對吧 只要你有一套研究方法 你就可以研究各式各樣的問題 再加上如果你有很多時間啦 對 所以如果你有方法 問題是不會消滅的 問題是不會結束的 只要你站在一個會看得到 新的business model 或是新的technology的地方 你就可以有無限量的題目可以做 所以說資管系就是還挺有前途的 對吧 因為任何形式的新model 幾乎都是新科技來的 所以懂科技是必要的嘛 好 所以 比如說我們領域的話 所有剛剛講到的那些東西啊 基本上都是所謂的 資訊 IT的資訊經濟 或者說是資訊系統的經濟學 那些東西它結合了 經濟啦 marketing啦 finance啦 OM啦 或是information management 這樣子 按照彼此互相瞧不起的順序排序 沒有啦開玩笑 所以呢 你任何時候到了某個階段 你就會開始有跨領域的需求 這東西都是確定的 像我呢 大學的時候就覺得我想要念資管 和做管 於是我就念了這兩個東西 然後呢 我那時候完全沒有學過行銷 也完全沒有學過財務 結果後來到了Berkeley 就開始做一些跟行銷相關的議題 也非常的痛苦 那時候就講 那就學行銷吧 至少財務這個輩子應該是不用碰了吧 然後回來就發現滿地都是財務 對 走到什麼地方 大家都說銀行啊 證券啊 然後這個 或者是你現在要做case study 財務報表看不懂 就很痛苦 各位研究生 趁你們還是研究生的時候 還是多學一點吧 好 那 所以對於每一種新的business model 我們呢 就要問什麼呢 我們會問說 嗯 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做才會成功 對吧 你今天要搞上一頁講的任何一件策略的話 要怎麼做才會成功 或者是有一些成功案例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成功的 這東西 開始接觸到 昆卜剛剛問的問題 就是這類型的研究到底是怎樣 是先觀察到市場上有一個現象 然後開始來做study 還是先有一個model推推 然後再去做解釋 就是 對吧 基本上 應該要是先去觀察到某一個現象 然後再開始建一個model 先有一個現象 然後你就建一個model 去描述那個現象 你的model可能會推出一些結論 那個結論可能可以fit現在的情況 那接下來你開始用這個model做延伸 去predict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當然實際上很多人是反過來做的 他就是有一個model 然後他就 我們來改一改吧 他也不管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來改一改 改完以後就說 我想以後可能會這個樣子 也不是不行 但是很多時候人們會覺得說服力有點弱 這樣 所以理想上應該要是前面那一種 那我們會發現啊 我們的研究通常都是回答為什麼 而不是怎麼做 比如說你在這學期上了這門課 你試著建了很多model 很多model會給你一個結論就是 我們這個price應該要怎麼定 然後有一個formula 我們這個quantity應該要怎麼定 有一個非常複雜的formula 之類的 然後你不禁覺得 有一些問題 對吧 理論上你應該要覺得有一些問題 就像我當初一開始學這個東西的時候一樣 model看起來好像太簡單了 我們做了好像很多的假設 讓這個model好像不夠符合現況 而且那一些equilibrium的price equilibrium的inventory level 什麼之類的 那個formula長得都太怪了 好像沒有辦法被apply 而且裡面有一些參數 你根本就不知道是多少 什麼C啦 成本這種就算了 有時候你假如消費者的theta有一個上限 我怎麼知道theta的上限是多少 對吧 那我去estimate estimate準嗎 都是問題 所以我怎麼apply這個東西啊 看起來有很大的問題 那所以研究人員呢 他給你的答案是這樣子 我們的是要回答為什麼 而不是回答怎麼做 這樣子 好就算他說的是對的好了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我們為什麼要回答為什麼 對吧 如果他不能被apply的話 或者是更根本的我們就會問 那我們在這門課裡到底要 我們為什麼要教這個東西 大家都費了一個學期 努力的心力 有一些倒霉的人 還要再付出接下來的一年半 來討論這些事情 解釋某一個現象 為什麼是怎樣怎樣如何如何 如果我們在一個工科的department 或是在商學院裡面 教這個 教一些不能應用的東西 到底是為什麼 那我們來聊聊 什麼是科學研究 或是為什麼要做科學研究 那我們來講講看這個很艱深的議題 其實老實說啊 如果我在你們的年紀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反正就是 這裡有個數學題目很有趣 我們來解解看 或者是 這裡有個廠商不知道怎麼排班 那我們就來排一下 之類的 反正就是問題來就解 問題來就解 那等你老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你開始思考 我們做這些事情到底是為什麼 這樣子 這個時候還挺有用的 因為你可以開始建立自己的思想和人生的體系之類的 好 我們說我們這門課教你怎麼做研究 那幹啥 而且我們做的研究是科學研究 那雖然有一些人 這個世界上有一些人 他們不承認社會科學是科學 他們說你們做的東西不是科學 哇啦哇哇哇哇之類的 不管啦我們先假設社會科學是科學 或是相對的比較科學 好 那 你可以感覺到我們這門課在這個自晚系 或者是比如說放在公公系的話 也是相當的weird 或者說special 這樣子 那幹嘛呢? 它很顯然的不太typical 對吧 跟你學過的很多課都不一樣 因為它本質上就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這門課講的東西是 in some sense 是科學 而不是工程或管理 所以它跟工科的系不太一樣 跟管院也不太一樣 管院主要是教管理 工科教工程 那我們是教科學 不是說算數學就是科學 它是很大的差別 所以我們來講講什麼是科學研究 或者說什麼是科學 然後呢 我們想要討論 科學研究到底能產生什麼價值 如果它那個真的有價值 而且它可能可以被apply的話 那就值得開這門課了 可以回答為什麼我們要開這個課 或者要幹嘛 它不會是因為 因為小弟我是學這個 所以我們就開這個 就是顯然不是這個理由 好 來試試看啊 所以呢 科學跟工程跟管理 有什麼差別 學習第一天的時候 事實上就有跟你們講了 照我的定義呢 工程就是要來解決問題 管理嘛就是來做決策 科學呢是要來找原因 這樣子 他們是在講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呢 你今天如果是念工程的 那基本上就是有個problem來 你就給我找到一個好的solution 工程的人找solution 那相對的科學家他們不是找solution 他們是找原因 看到一個現象你想要解釋它為什麼 比如說今天為什麼會這麼冷呢 啊是因為太陽在照南迴歸線啊 之類的這樣子 科學家找原因 那做管理的人他是做決策 做決策 in some sense 是 based on 原因和方法 和很多其他的東西 所以管理學家或者說做管理的人 他就是in some sense 再更縱攔全局一點 這樣吧 好 那就像剛剛說的一樣 做決策是考慮到你要解決一個問題 所以你要考慮你有什麼方法可以用 或者是考慮什麼原因 你現在的問題 因此你要怎麼解決它 當然還有很多別人 像是intuition experience observation Connection 等等的 所以大老闆們想的事情 跟我們是差很多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說 管理這個東西是藝術 它是沒有辦法被教的 各位商學院的學生還是自禁吧 之類的這樣子 有一些人是這樣子說的嘛 也沒有不行 但是我們心裡是相信 solution和factor 對你做決策會有影響 所以我們來討論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來講講看這個東西 有一類型的工程的研究 就是很典型就是optimization 比如說大家如果上過OR 或者是公公所念過 就知道optimization在幹啥 就是我給你一個問題 你就給我找到一個optimal solution 這樣子 比如說你今天要蓋座橋 你的目標可能就是橋要越穩越好 你要設計一輛車子的操控系統 你就是一樣越穩越好 打滑的機率越低越好等等 就是有個目標 你就去optimize它 另一類型的engineering的研究 就是偏向數據類的data analytics 比如說我給你一組資料 請你找一個演算法 來把某個工作的運算時間最小化 比如說大家可能都學過 a priori這個演算法 學過嗎 你們修data mining就會學到了 frequent pattern大家知道是什麼吧 就是買啤酒的人都會買尿布那件事情 frequent pattern 你如果今天只有100筆資料 你要算出哪兩個東西最常一起被買 或者是條件機率什麼的很容易 你如果有一億筆資料就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需要好一點的演算法 給你一個特定的任務 讓運算時間變得feasible 很顯然是解決問題 是一個工程類的問題 或者是給你一組資料 找一個演算法來最小化 某一種分類預測推薦的error 任何形式的推薦系統 分類系統或者是做預測都是一樣的 比如說大家可能學過regression 或者是svm等等 沒學過的話很有機會 之後會學到 就是要做這件事 就是有個特定的目標 你要想一個好方法來解決它 設計好方法 設計解法就是工程做的事情 那相對的管理類的東西是什麼呢 同樣是data analytics 它可以做另外一種事情 去找出某一個以前 沒有不知道的事情 給你一組資料 告訴我們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比如說 怎麼樣的漫畫才會賣得好呢 特定的作者嗎 還是特定的出版社 還是特定的題材 還是在什麼時間點出版等等 所以比如說 看一本書上寫的這個例子 有一類的 有一個零售商 他麥他店裡的資料 沒事麥出一個結論 某一種很不起眼的小糖果 他在颱風天之前都會大賣 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也不想要知道為什麼 反正會大賣 好颱風天要到了 趕快備貨 就是這個樣子 他只要會賺錢就好了 你如果今天做工程 做管理 很多時候 你只要那個方法會work就好 你不需要知道為什麼 對吧 反正先搞定它再說 或是說你可能care 但是以後再說吧 你可以看到data analytics 同時出現這兩個地方 真的是該熱門的東西 就是回熱門 好 那 科學研究是做什麼呢 你回憶一下你小時候 理化課本上面寫的東西 它寫什麼呢 科學啊 要幹嘛 先觀察到某一個現實生活中的狀態 然後去make一個hypothesis 去解釋說可能是為什麼 然後開始比如說像是做實驗 去討論你的hypothesis 是對的還是錯的 如果是對的 就把它寫下來 給大家看 大家就會去做檢驗 重鑄的實驗 或者是看看你有沒有搞錯東西 如果是錯的 你就再重新來 然後呢 最後人們就可以把hypothesis 變成deerate 這樣子 觀察現象 然後提一個假說 然後做實驗 然後這樣這樣這樣 那你看我們的研究是做什麼 你這門課上是幹嘛 理論上你也先觀察一個現象 當你要make hypothesis的時候 在我們的領域裡 你就是建一個model 去描述這個現象 然後呢 如果你是做實驗的 你就會做實驗 我們的話就是會去把model解出來 看看你的hypothesis是不是對的 然後給大家看 然後 成立theorem或是proposition 這樣子嘛 所以是同一件事情 重點是我們是要找原因 比如說 為什麼製造商會想要delegate給零售商 那paper可能會給你一個原因 因為競爭很激烈啊 為什麼return contract會popular 為什麼return contract在實務上有人要用 因為它可以risk sharing 為什麼這個information goods的usage based pricing 要有minimum fee呢 剛剛昆布有跟你講 因為要exclude掉最low type的那一些人 所以 這些 你可以說都是實務上看到先出現 那實務的人 就像前一夜講 他只要那個方法會work就好 他不知道為什麼 你做科學家的人 再去把原因找出來 做一個合理的解釋 這樣子 那很多時候呢 你會發現 我們研究propose的原因都很insignificant 什麼意思 insignificant 比如說 這個retailer這個例子好了 為什麼製造商要delegate給零售商 可以有很多理由 比如說零售商商譽很好 零售商很會賣東西 零售商可能可以monet這個market 或是salesperson 製造商可能根本就沒有辦法reach那個market 你可以有各式各樣的理由 而且這些理由 比較常聽到 對吧 你經常想到的理由就是這個樣子 你如果老家在攝頭做襪子 你要賣到國外去 難道你自己去開分店嗎 大概不會吧 那至於什麼所謂的market competition 很intensive 我們就算相信他是對的好了 我們也知道他比較insignificant 相對的不是那麼重要 通常不是因為這個決定性的原因 已經道成你決定要開分店與否 對不對 對吧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很顯然的商人們其實不是很care這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是個老闆你要做決策 你決定要不要delegate給零售商的話 你一定是優先考慮significant factor 這麼多理由 你可能今天比如說有個零售商 他商譽很好也很會賣東西 但是我自己也能reach到這個market 然後market competition又不intensive 那到底是要賣還是不賣 你就會考慮這些混合的factor 最後看哪個factor比較significant 你就聽他的 對吧 看哪個是dominating的因素 所以商人考慮的就是哪個因素最關鍵 我就照著做 但是科學家們是試著去找出不關鍵的因素 怎麼辦 為什麼要找不關鍵的因素 聽起來很廢 聽起來很廢 對吧 實際上呢 到底是不是很廢 因為 一 不關鍵或是說不明顯的因素 才surprising 你做個研究 花了20頁推導然後什麼的 最後證明說 要是這個零售商很會賣 你就賣給他 這不是跟智障一樣嗎 對吧 就不是很好 沒有什麼用 大家也不會很care你的發現 但這個不是最主要的理由 最主要的理由是因為 只有那些insignificant factor 才能夠拓展人的知識 欸 講的這有點誇張了啦 才能夠發現一些新東西嘛 就是以前不知道 然後你跟他講 然後人家知道了 這樣才算有進步 對吧 好 那麼 當然也有可能就是 呃 人不care什麼有沒有用 知不知道 他就是想要知道而已 就是單純的求知慾 那也ok 不過 你還是想要問一個問題 好好 那我們都發現一些 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發現了 到底有沒有用 如果他真的就是這麼的insignificant 的話 他真的會有用嗎 那 這個就是 一個我最愛的例子 這都是大家小時候都學過對吧 就是 水的三項變化 好 水呢 在這個地方 這裡是溫度 這裡是壓力 大氣壓 這個情況下是氣體 這個情況下是液體 這個情況下是固體 我們平常生活在一大氣壓的地方 所以 廢點 融點和廢點 分別是設施0度和100度 這樣子 水呢 在我們這個大氣壓底下 說會有三項變化 這ok吧 好 今天如果 路上有一個人問你 請問水為什麼會 變成空氣 水為什麼會變成水蒸氣 撇開蒸發這件事情不談的話 基本上你會回答他 因為溫度上升 因為溫度上升到廢點 他就開始 變成水蒸氣 對吧 然後呢 你已經知道 還有另外一個可能了 就是 也有可能是因為氣壓下降 那也會變成水蒸氣 應該說也會沸騰 也會沸騰 這樣講比較好 ok吧 所以這是事實 但是呢 你第一個想到的應該是 因為他加熱 而不是先想到大氣壓力下降 對吧 因為你 平常比較常遇到這件事情 所以 這個就是significant factor 這個就是insignificant 那你今天如果是 做生意的 我不知道你做什麼生意 你需要把水煮沸 但總之 你需要把水變成水蒸氣的話 你應該會想要煮沸 而不是想要把大氣壓力降下來 對吧 挺合理的 所以這是significant跟insignificant 那 所以 以前的人們生活在那個世界上 一大氣壓的世界上 他們其實 不知道什麼叫做大氣壓上升下降 沒有那個概念 所以他們人是生活在這個一圍的世界上面 但是呢 如果你從來都不知道 大氣壓力也會影響沸點的話 你就不能解釋 比如說 高山上水為什麼煮不開 對吧 水的沸點會下降 對吧 所以水可能90度的時候就開了 對 就沒有辦法再變得更熱 你可能想要加熱到某個程度 你可能想要殺菌 你可能想要幹嘛 但是就辦不到 就是這個b這條線 如果你不知道為什麼會那樣 你就沒有辦法解釋 為什麼會煮不開 對吧 你就是 欸 上了山發現 水沒辦法變得很熱 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小時候看漢山小百科啊 他說怎麼辦呢 你就在 鍋子上面放石頭 我們就想 這是在加壓嗎 還是什麼之類的 好不管 就算剛剛那個方法不是對的好了 如果你不知道某件事情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你就沒有辦法 好好的找一個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你就只能 瞎懵嘛 你就 欸好放石頭 放石頭不行 然後把丟香菇進去 看看會不會變熱 欸擠牙膏 之類的 就很瞎對吧 有一天你懵中了就很好 沒夢中就在山上吃土 這樣子 所以 如果你不知道大氣壓力也會影響費點 你不能解釋 比如說高升上發生的事情 你不能 找方法來解決那一些問題 那 推廣來講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如果能知道 significant factor有哪些的話 那你在大部分的usual case底下 就知道要怎麼辦 那你如果知道 insignificant factor有哪些的話 他就可能會在 rare case或是special case的時候 幫到你的忙 通常沒事你要做生意 你就去care零售商 厲不厲害就好了 你就去care你到不了當的那個市場 那可能可以解決你90%的問題 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開發新商品 開創新市場 或者是做一些平常不太做的事情 那 你可能沒有過去的經驗可以依據 你可能沒有其他的例子可以參考 你可能就遇到了那麼萬中選一的rare case 誰能夠在一個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好 而他能做得好的情況下做得好 那他就會變成後來的厲害的人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呢 我們講過非典的話 如果你想要當一個平庸的人的話 你就只要知道significant factor就好了 如果你希望有一天 遇到一個某個特定的狀態 欸你可以考慮的比別人多深一點 多深一層 然後做出可能比較好的決策的話 那你就需要知道insignificant factor 我們的意思是說 你知道表示就會做出比較好的決策 但你不知道的話 你就不會根據他做出相對應的決策 就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啊 科學家做的事情 不是完全沒有用的 如果你硬要幫他找一個應用的價值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你知道這麼細微的東西 有一天你才能夠想得比別人深入 才可以做出比別人更好的決策 而且是在一些很特殊的狀態下 那科學研究啊也有很多種 就講我們領域好了 就是這種商管經濟類的 它至少也有三種 就是所謂的直性研究 或者是empirical研究 就是靠跑資料的 或者是我們這種theoretical的研究 跟大家介紹一下 畢竟你們之中大部分的人 都沒有機會同時接觸過這三種 直性研究啊 基本上就是 反正裡面就是沒有數學 沒有data 沒有統計 什麼都沒有 可能會有一張簡單的圖表 但是基本上就是直性的 那常見的例子 比如說完全的邏輯推理的paper 它可能在做跟我們很像的事情 但它裡面就是沒有model 它就是說如果這樣就會那樣 那模那樣進來的時候 就會這樣這樣那樣那樣 完全就是用它 敏銳的邏輯思考 或者是比較常見一點就是case study 我想要知道某一間公司 為什麼可以做生意做得這麼成功呢 就找他們的總經來問 請問老闆啊 你為什麼做生意做得這麼成功 然後把他講的話 忠實的記錄下來 再去問一下中階主管 再去問一下低階主管 再去問一下基層員工 把東西全部有條例的寫下來 這樣就是好的case study 不知道就是case study 那我也沒有做過 所以呢就是 大概是這種類型 那empirical當然大家都聽過 應該也比較熟 就是你是收集資料 然後從資料之中看出一些端倪 比如說最典型的 你想要知道某個 outcome 是被哪些因素影響 你就做個 regression 看留下來的哪些 independent variable 是 significant 那就是影響 比如說 欸 到底為什麼 這個 到底什麼東西會決定 Ubike 誰租得多誰租得少 什麼之類的 你就 significant vector 找一下 可能是氣溫啊 溫度要好啊 或者是這個 天氣要好啊 或者是這個 今天要是假日啊 等等的 那就是很典型的 empirical study 收資料 跑回歸 跑統計分析 跑計量模型 那我們這種呢 大家以前可能沒有體驗過 現在可能算是體驗了一點 先建一個model 來討論 decision maker 的 interaction 來描述他們的 interaction 然後把結果算出來 來 predict 他們會做什麼 然後呢 最終是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條件 讓某一類型的 equilibrium 會成立 比如說 欸 這個什麼 兩個東西要差的夠多 他們才會 discrimination 或者是怎樣這樣做如何 類似這種事情 就是我們做的事情 所以研究至少有這三種 這三種 那 theoretical study 顯然 你會覺得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 它需要假設 對吧 為什麼它需要假設咧 第一 這model要擠得出來才行 擠不出來的話 就沒有用了 就沒有用了 所以你要model要 tractable才行 但是實際上還有更重要的理由 更重要的理由是因為 我們要 isolate 我們想要看的那個 factor 你今天為什麼要做一個研究 是因為你想要找出某個因素 會不會影響你看到的結果 你心裡是先有那個假說 才開始建model的 比如說我猜 市場競爭激烈的程度 會影響這個要不要 delegate 然後我才開始建model 因為我要討論競爭激烈程度 才需要有兩條 channel 以此類推 我可能想要解釋某件事情 所以我才開始做研究 那我心裡要先猜想有一個原因 才行 然後就開始做model 把那東西放進去 如果我的model裡面 一開始就滿地都是factor的話 他們馬上就會互相影響 你最後就會看不到你要研究的東西 我今天想要研究的是 insignificant factor 所以如果我放一大堆significant factor 在裡面的話 他們會把你要看的結果吃掉 你就看不到這個結果 你本來這種研究最後做出來就會是 當這些情況下都滿足的時候 這個因素會影響那個東西之類的 所以你得要把其他因素排除才行 聽起來好像很瞎 但是你小時候都做過物理實驗 做過化學實驗 對吧 你今天如果想要量g等於多少 就是重力加速度是多少 你要幹嘛 你要滑車 在那邊滑 量時間量時間量時間 你也是要把那個軌道弄得盡量光滑 對吧 你難道會在一個充滿摩擦力 然後輪值咪咪咖咖咖的地方做研究嗎 不會 對吧 你如果要發現某件事情 解釋某個現象 找某個原因 你就要isolate那個東西出來 所以你的model要有assumption 不只是因為要解得出來 還因為你要focus在你要看的東西上面 你先有一個簡單的model 裡面除了你要看的原因以外幾乎什麼都沒有 然後它真的能顯示出那個原因 你再開始擴張它 把別的東西加進去 看看它這個insignificant factor有多麼的insignificant 最好是有點insignificant 又不要太insignificant 這樣子就顯得有用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會有影響 什麼時候沒有影響 那當然assumption是很危險的 就是我們今天不管是研究多麼有經驗的人 他都可能一不小心就是假設做得太強 那最終的結果就是研究就會真的就變得比較沒有價值 你如果弄一個oversimplified的model的話 那你的conclusion就不會有什麼用 或者是說你如果做一個研究 它的結論是某件事情總是對的 那很有可能就是因為你看得太narrow了 比如說 你說這個水啊 水呢只要溫度上升 它總是會從固體先變成液體 液體再變成氣體 然後得正 你發現不管是海邊山上晴天雨天都是這個樣子 你就覺得這是定理 但它其實不是嘛 只要你的大氣壓力夠小 它就不是 它就會升華 直接從固體變成氣體 對吧 當你證明了某件事情總是對的的時候 很有可能只是因為你看得太窄了 這樣子 就像我們那篇paper monetary market或是salesperson 我們總是salesperson比較好 投稿就被人家讚啊 人家就說 你這個就是因為你只看這個什麼挖歌 所以就不行不行不行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加了20個extension進去 他就說 沒有啊 你就是因為沒有看第30個extension啊之類的 總之 是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assumption是很危險的 但不管怎麼說 它這個研究有很多的缺陷 但是沒有什麼研究方法是完美的嘛 不然還需要別的方法嗎 theoretical的研究到底有什麼用 首先 完全logical thinking的可能太困難了 有一些天才他可以想得通 但是大部分的人不行 而且想得通跟解釋得通是兩件事 你完全沒有任何的證據 就是說我相信這樣就會那樣 然後呢兩個因素加在一起兜的時候是誰會比誰強 完全講不通 而且會很有爭論 就像我們講的那個例子 你說好 零售商的forecasting accuracy是兩面認 好那OK 那到底是先上後下還是先下後上呢 這東西就講不通 你需要model 需要東西來協助你做推論 數學符號和equation和方程式 只是幫助你推論的工具而已 那再來 case study很顯然的也不夠 你去問總經理 請問總經理為什麼會成功呢 你們貴公司為什麼要推出這個 比如說什麼回收什麼挖哥的策略 他就跟你說 啊公司就是要做環保啊 就是為了要環境啊 就是要回饋社會啊什麼的啊 他怎麼會跟你講真的原因呢 很有可能不會 case study就是呈現某一個面向而已 對 但是它不可能是全部的面向 再來 impirical study也不夠 有一些data就是受不到 受不到就什麼都不能做嘛 所以各個方法有各個方法的限制 互相補充 另外就是 theoretical study雖然有很多限制 但它如果真的做得好的話 它可以是最有效的提供prediction的方法 怎麼說呢 比如說我曾經有一篇paper 不是我 我們曾經有一篇paper 發現說 你可能會不想要delegate 給better forecasting a retailer 因為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你去問人 會有人這樣告訴你嗎 很難 你等一下問很多人 才會碰巧遇到一個人 他真的這樣同意的 再來 你去收資料收得到嗎 如果以前從來沒有人這麼做 你根本就收不到 對吧 所以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你用這兩個研究是做不出來的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說你delegate給一個retailer 它就會讓quality difference變大 或者是你說monitoring sales effort 會比較critical 這些事情都差不多 都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你在做某一種形式的預測 或者是判斷這樣子 如果這件事情從來沒有人做過 其他的方法就得不到那個結論 或者是這個方法如果很難量化 你也得不到那個結論 這樣子 這樣子 ok 所以theoretical study 會有它的價值 如果它做得好的話 那我們是相信管理 或者說決策 它的確需要intuition等等的東西 但是solution和factor還是有用的 所以我們才說做管理的人 需要engineering跟science 如果沒有這件事情的話 那資管系也不需要存在了 也沒那麼誇張啦 也沒那麼誇張 但總之就是資管系的存在 就會變得很有價值 對吧 因為你知道工程的方法 知道科學的方法 那當然 這個是互相輔助的 你不希望自己就是一個純粹的科學家 如果你將來要進業界的話 你希望兩種東西你都要毀 對 那你發現這個engineering的methodology啊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 這個optimization跟statistics 算是很實用的 那科學的方法的話呢 theoretical modeling也很有用 對吧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 就是我們這個打個廣告 就是我們lab為什麼會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lab這裡面在幹嘛呢 就是我們要做賽局 我們要做OR 我們還要做統計 真的是忙死了啊 但是就是因為 對我們最終覺得 你一個人如果要訓練你成為一個優秀的 具備科學和工程能力的決策人員的話 你就是要這些東西通通都要毀 對 這就是為什麼我的學生 他們常常三點才能睡覺 就是這個道理啊 不過 好你們就加油吧 OK 所以我們這頓課的目標 到底幹嘛呢 希望你可以會做scientific的research 那也希望你將來可以做更好的decision making 至少你多一個工具 所以我們既希望你成為好的研究人員 也希望你成為好的食物人員 你可以說目標非常的遠大 也可以說是非常的貪心 對 所以做不到也是很正常的 但我們盡力而為嘛 那可能會有一個side-end 就是副作用 副作用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壞的就不知道 就是他你之後想事情看世界的方法 可能會變得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啊 我呢 我唸大學唸碩班的時候就跟大家差不多 反正就是寫code 有題目來我就寫code 其實會覺得很開心 做個網站或者是做個系統很棒 或者是有數學題目來就算 基本上挺OK的 然後小時候呢就是教育不知道為什麼 就相信世界大同 覺得世界有一天就是大家手牽手啊 大家開開心情人這樣就好了這樣子 後來有一天呢就到了Berkeley 開始學這套理論了以後 我現在不再相信 人只要夠大群的一群人 他們會無私底合作 就好比 比如說 你如果在這裡念大學部的話 你知道有個地方叫管圖 對吧 管圖裡面有個公共空間 那大家如果不是念管院的也沒關係 反正呢 各系學會之類的地方都會有一個共同空間 共同空間呢幾乎總是很髒 除非有人被指派一定要打掃或怎樣的 對那好比管圖好了 管圖就是一個典型的很髒的地方 對吧 因為那個公共空間不受任何人的管轄 然後也沒有任何人有義務或是責任把它清理好 所以 他總是很髒 我再也不相信一群學生只要人夠多 他們會自願的把一個公共空間弄乾淨 這樣子 那 這個管圖很髒的這件事情啊 就是他 一年又一年的發生 我念書的時候就是那個樣子 然後每次就是髒 收好 髒收好 有一次髒 髒到就是院決定把它關掉 然後你們學生們都不要用了之類的 然後還要去拜託院把它弄回來啊 保證我以後會打掃乾淨啊 然後過了半年又變成一樣啊 之類的 但總之就是 小時候我就覺得為什麼這些學生 這些同學 大家都不肯好好的遵守秩序 那些公德心啊什麼之類的 台大學生怎麼會這個樣子之類的 欸 他不一定是好事 但是現在我可以理解 對他就是這個樣子 這件事情必然就是會發生 因為如果你這裡有一大堆人 每一個人都很守法 都恢復環境乾淨 看到垃圾就會把它撿起來的話 你就挺有動機隨手把垃圾丟在地上 因為反正會有人撿嘛 對吧 如果這是這樣子的話 它表示什麼呢 表示所謂的每個人都很有公德心 會把地上的垃圾撿起來 就不是equilibrium 這個現象是沒有辦法長久持續下去的 你可能偶爾持續一下 但是最後還是會壞掉之類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問我管圖怎麼樣才會趕緊 我的結論就是你要請人打掃 你要付錢給他 就是這樣子 應該不會有更好的方法 我覺得啦 就像有一本書叫做蘋果橘子經濟學 大家應該都知道 他說道德給我們講的是理想的世界 欸不好也多打一個字 但是經濟學跟你講的是真實的世界 經濟學家雖然號稱目標是讓世界變得更好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實際上很多時候他們也知道 嗯這個世界的確是挺不好的 但是呢 經濟學告訴你什麼 賽局理論什麼的告訴你什麼 就是哦 你可以predict這個某個東西會work或是不work 某個solution就是不stable 那是不是就要換solution之類的 之類的 因為我們相信這套方法可以來討論這些事情 所以呢 增加之後呢 嗯 我考慮事情 或者是考慮比如說你情長會在生活中聽到一些政策 比如說像是 欸 大學生到底要不要漲學費呢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考核制度啊 入學制度啦 或者是教授生等制度啦 或者是比如說選舉制度 各式各樣的討論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嗯 嗯 好像現在想事情可以想的比以前深入一點 好像可以 至少會想要花比較多時間想 那這件事情還挺 挺沒用 但是又挺有用的 因為你只是在那邊想 好像也不會怎麼樣 但是呢 你如果有認真想的話 那 將來有一天 你就比較能夠跟你的夥伴們去爭論說 我們這個某個規則啊 政策或者是甚至法律 他到底好或不好 他到底有沒有什麼沒有考慮到的地方 或是有考慮到的地方 或者是換句話說 就是你 你將來有一天總是要出社會的 你已經 有了這些 這些 概念了以後 你現在變得更適合出社會 這樣子 因為你最終就是參與在這個制度裡面 那 大家常說的嘛 比如說我們怎麼樣的地方可以有民主制度呢 就是大家都關心政治的話就可以有 反之就不能有 關心政治的第一個條件就是 你可能要會去認真思考這些事情 對吧 比如說 下禮拜就要投票了 下禮拜嗎 還是下下禮拜 那 選舉制度到底怎樣是好的 怎樣是不好的 那就有很多東西可以討論 當然我也不是專家啦 所以呢 我 即使不是專家 修羅這些課 學過這些方法 他也改變了我 看事情的方法 這樣子 說不定 你也有被改變 不過呢 不保證是好事啦 就是副作用 但是你可以想想看 所以講 畢業了以後呢 我們就是期望大家做什麼 就是 你對於現象 會去試著找出它的原因 比如說 颱風天來 某個小餅乾就會賣得好的話 雖然很OK 但是你也會去試著找出它的原因 這樣子 方法可能很多 可能不是always 都是theoretical 有時候可能是empirical 但是你就試試看 然後呢 我們記得關心你身邊的人啊 關心社會 而且試著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然後最後這個有點跳動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持續學習 因為比如說我們capacity有限 我們是不會開什麼高等資訊經濟這種事啦 但是呢 你可以 帶著某一種形式的自我的能量 在將來 不管是畢業前畢業後 你會繼續用這種想法去考慮一些事情之類的 那就我的觀點來講 你要做到這些事情的話 你要怎麼做呢 你就是在畢業以前做兩件事情 就是學英文跟學數學 學英文啦 也不是說英文啦 其他某些語言也很OK 或是學數學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care這兩個能力呢 就講自學的能力好了 你如果只會中文 你至少在現階段 有很多東西 以後也是一樣 你只能吸收二手資料 對吧 那等人家都好好的整理完一套系統了 翻譯來 你在念這樣行嗎 能做什麼開創性的事業嗎 這個我是不敢講 語言就是工具 就是很顯然就是工具 然後數學 數學嘛 你以後可能再也不會做什麼分布積分啊 什麼KKT啊 什麼挖哥之類的 但是你知道那些東西只是輔助你理性和邏輯思考的工具而已 所以你經過了良好的數學訓練 你問數學老師 數學老師都會跟你說 對 數學是訓練邏輯用的 那我同意 因為邏輯是思考推理的過程 對吧 當它複雜到一定程度 你需要一些工具幫忙 就算是柯南 他有時候也要畫畫timeline 也是要做一些什麼線拉來拉去之類的 所以數學就是那種深入分析的工具 它會改變你的思考的方式 對 所以值得在學校的時候 學一些五年十年就會換下一代的方法 或者是工具或者是框架嗎 似乎不太值得 畢竟你畢業以後還有三四十年 對吧 值得在你將來三四十年的職涯發展之前 先急著插個半年一年 先去了解職場上在幹嘛嗎 也不是那麼的critical 對吧 如果你們找工作很困難 你就算了 但是又不會 所以你有機會在學校裡的話 就在學校裡學一些 對你的人生長遠會有比較大的影響的東西 從我的觀念來看 雖然可能很偏頗 我覺得就是語言跟數學 有工具 所以 感谢观看